真正装修流程是这样的 一共23步包含了详细的装修流程 施工时间和注意事项 装修前做足功课 一定会避免非常多的问题 第一步 找设计师 一定不要那种 给你一堆设计图 让你自己选的 也不要那种 需要指定品牌材料的 回扣你懂得 第二步 找施工人员 一散工 没有任何保障 材料自己买 工地自己盯 很操心 二工长施工 相对散工靠谱一些 三 装修公司 比较省心 但费用较高 第三步 装修胶底 要求项目经理 设计师 工长 监理等人和业主 一起做最后的确认 需要半天 第四步 主体拆除 包括 砸墙 气墙 产墙皮 监工时检查下水管 有没有盖上 需要三至五天 第五步 水电胶底 热水器 净水器 定制橱柜 可以一起约 中央空调 新风系统 这些都要提前协调顺序 第六步 安装中央空调 大概需要三天 安装新风系统 大概两天 第七步 水电改造 需要 开槽 铺设电线和水管 大概需要五至八天 墙面找平 水电验收没有问题 就可以用水泥填槽找平 大概需要一至二天 第八步 下水管包个阴棉 半天就可以了 第九步 室内刷防水 卫生间和阳台要刷防水 等干透做四十八小时的避水试验 大概三至四天 第十步 贴瓷砖 包含贴墙砖 铺地砖 如果以后要铺地板 还要做地面找平 只要瓷砖完工 需要停工五至七天 等水泥干透再去验收 加起来 大概十三至十七天 第十一步 木工 包括吊顶 窗帘盒 电视背景墙造型 大概需要十至十五天 第十二步 油工 墙面刮逆子 墙面打磨 刷乳胶漆 一般要十至十六天 第十三步 安装热水器 需要半天 第十四步 除位吊顶 包含安装 除位吸顶灯 排风扇 风暖浴霸等 只需要三至五天 第十五步 橱柜安装 建议在现场监工 发现问题要现场解决 大概一至三天 第十六步 木门安装 需要提前定制 制作周期 一般在三十天左右 安装一般一至二天 第十七步 安装开关插座 需要一至二天 第十八步 安装灯具 需要一至二天 第十九步 安装截具卫雨 需要一天 第二十步 安装定制家具 需要一至三天 注意检查板材 和各个五金件 第二十一步 开荒保洁 全面清理房屋垃圾 需要一至二天 第二十二步 安装家用电器 需要二至三天 第二十三步 家具软装 基础配色 个人喜好 房屋整体风格 需要五至十天 感谢观看